好 我們的那個Session即將開始 外面就請趕快進來 OK 好 那接下來的這一個分享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就是應用程式會部署到Company上面 會希望導入這個自動化的工具 那Tony呢就是會帶來就是在引用 引入Argo CT 的時期 那在這Develop的團隊 其實他們會他們會如何的管理 然後克服種種障礙 那我們請掌聲歡迎Tony 好 首先來抱歉一下 因為公司Police關係 我不能提公司的名字 然後公司的Police不讓我提公司的東西 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東西 所以之後大家加減看好了 謝謝 對 等一下沒有錄影的稍微隨便問 對 那個反正MDA沒有欠很多 好 來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下就是 我們做Multi Done Argo CT 做Multi Tenant的玩法 就是來要有 好 首先建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香港人 我是Tony 我來自香港的 如果我國語太爛的話請舉手 但我可以考慮直接切英文的可以 好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某家公司工作 名字不能提 對 好 那今天我們的對象主要就是 希望你會有K8S的經驗 然後如果你有用過Argo CT 那會更好 好 那大概今天All Line就是這樣子 會不會太多 呃 好 隨便 敲時的消費機後往我下去再說 好 好 那來簡單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要準備做什麼 第一我們要提供 呃 代管 托管的Argo CT 服務 這是簡單來說我管你的Argo CT 你自己用Argo CT 可好了 平常升級啊什麼Security Flash 我們包辦 這樣子 然後啦 我們要做到Multi Tenant 就是 你A Team不應該看到B Team A公司不應該看到B公司 什麼BU之間不能看 什麼Train x7 奇怪怪東西 反正 你知道公司裡頭有很多基毛的規則 好 我們會說誰啊 然後這個 然後你的用戶需要做那個全線管理 因為某些喔 我不說誰啦 我們銀行啊什麼資安要求 就是他說要自己管自己的全線 然後 我沒說I Team不願意 不願意幫我們叫好那個Organization的樣子 好 然後我們需要在Tenant之間去做Isolation 這是簡單來說 我不希望A Tenant可以搞到P Tenant 不能看到不能碰到不能知道 知道都要幹掉的那一種 好 簡單介紹一下Argo CD 呃 我之前有一個Talk講過的 呃如果不見得快找小飛機順帳 謝謝 他在呃那個 User Group上面的YouTube 那如果不見小飛機 那個我會請他拿錢包出來 好 那簡單來說他這是一個 GitApps的工具 拿來部署到K-Bias的 或者是你用OpenShift也可以 那請把這個Talk裡頭說的K-Bias 就是如果你用OpenShift自己改成OpenShift好了 對 然後呃你可以用HamChart Customize K-Signat J-Signat 或者是呃你自己加持保密是乾去開發一個工具 你也可以以Part-In的影視塞進去 對 但我沒有這麼空 好 抱歉 那個他會是 你可以有需要的話 他可以直接你推 GitCommit之後 他是可以直接從GitCommit那邊拉過來 或者是我更進一步 我可以用Git 啊我的CICD CD的時候直接請Git Argo CD去做 那個Synchronize還有Diff的 就給我Diff的結果 然後我覺得 確定沒問題 請你幫我Synchronize繼續滾出去 滾出去 然後呃 對 更多就看下面這個 好 然後Argo CD有什麼好處 我們以ArgoC 以Argo 以Git為我們唯一的Single Source of Truth 就是你 到底發生上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你在上 你在你的Git 環境裡 Git裡頭應該要看得到 隨著那個密碼要放多少 是多少之外 然後就 呃 我可以看到有什麼東西 將會被改變 掛掛掛掛掛掛 快點快點 好 掛掛掛 好 然後就有需要的話 可以也可以自動部署 然後你 他就是你這個推一下 然後他就馬上 啪 出現在 出現在你的CAP CAP裡頭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 那個那家 誰 推某些東西上去 而且他滾出去的是有記錄喔 不是沒記錄 有audit log的 放心 可以過集合的 那被記到懷炎上了 媽的 好 然後那個GUR也是門口 蠻好看的 你看看這個 總比那個 我去研究那個打 打卡馬拉打到我懷炎上 打到神經病 我一天滾到這麼多資源 好 那我 我們 好 我先來講一下背景 我們假設我們在要 要開一家公司 反正 反正不能說公司名字 我只是開一家好了 我們 好 那我們要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我們要提供一個 托管的 RGO CD 服務 然後我們要 你的客戶可以帶 帶自己的SSO 或者是 使用 我們提供的 IM服務也可以 那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的RGO CD 也是透過RGO CD 用GitOps來管的 對 這是自治管 自治的概念 那 為什麼這個 這個可以有利可圖 因為其實 RGO CD 你可以看到 它也在 CNCF的 幾次的 Titical Radar上面 已經出現了很多遍 那 RGO 你看到這裡已經進到Adopt 然後 那邊我忘了 也是Adopt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 RGO CD 已經是 Wire Adopt 好 那個 上面崩潰了沒有 好 沒崩潰 算了 好 那這個 那我們講一下 我們考慮過的方案 那 所有的 Tendon 應該要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做RGO CD 然後所有Tendon 去共享 那個 好處是什麼 很便宜 對 沒錯 因為你只需要一座RGO CD 然後 開一台機器給它就好了 然後 問題就是在 你的名字 對 你的Name 因為RGO CD會產生一個KBiOS的資源 KBiOS的資源就會 你每一個NameSpace裡頭 只能有一個名字 那你的 你A 客戶叫Global 比客戶叫Global 你就出色 所以 基本上這個方法很 大問題 然後 你要管理全線管理到 你 那個是 它是CSV 這XLR差不多 跟XLR差不多 那你要管到什麼 那 沒完沒鳥的感覺 然後 如果你的客戶要Brain your own SSO 這種 要做這種事情的話 那 快敲指複雜 變得 好 那 另外一個方法 敲指頭 土豪 那個 對小飛機來說沒問題的 方法 這是 每一個客戶開一個 對 每人一座 RGO OCD 每人一座 一座 KBiOS絕對沒問題 對 問題是 管理到你懷言神 光是升級 光是下Security OS patch 你多小個 Cluster 多小個客戶 多小個Cluster 來下 下了你懷言神 還有就是 貴到懷言神 保證 那個 你想一下一座KBiOS 要穩定 HA 還要有備份 你要 一座多少錢 然後你乘以 有多少個客戶 所以你客戶來 每到一個客戶 他要幫你付KBiOS的錢嗎 你覺得可能嗎 好 那最後就是 找出一個 中間的方法 當然就是 那我們就是 每個客戶 當然是有 自己的RGO CD 但他會被關在 自己的NAMP 然後做 透過 透過RBAC的方法 我們可以 去塞在 把他們塞在同一座 那 ARGO CD的安裝方法 有很多種 有直接 YAML HIMCHART 或者Customize 這類的方法 那其中我們會 其實在安裝的時候 你會 可能就忘了這個東西 就是其實 ARGO CD有一個 只限 某一個NAMP 的 對 你可以自己 在網上 官網上找到 找一下那個 這個下面 這個超超看 等一下 把Slide放出來的時候 這個看看 他就可以直接 安裝在某一個NAMP 那你RBAC 就不用給到整個Cluster 他就不會有權利看到 隔壁的 所以我隨便他吃 隔壁是乾把 幫你打CVE 那那這種問題 請去HitCon找 請去HitCon處理 謝謝 好 那 說到全線管理 然後那種 Summer Secure 激安機和 那個ISO PCI PCI DSS 那些奇怪怪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啊其中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使用Key Clock 這是IAMSolution 那個 呃 小飛魚的前前 前東家 對 對 有時找Readhead 以前是Readhead的SSO 然後 這是ReadheadSSO的Upstream 然後現在就在CNCF裡頭 那 大家隨便可以看看 那反正今天不是 這又不是重點 謝謝 好 呃 你可以在每一個Client 每一個Tenum 就是一個Client 那每一個Client 就可以有他們自主的 獨立的Role 那他獨立的Role 可以分給他們家的人 那 這個絕對沒問題 沒什麼大問題啦 很簡單 就點點點而已啦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Brain Your Own SSO Brain Your Own SSO 就會用到Dex Argo City裡頭 其實你所有平常登入 不是用 用SSO的話 有機會就是這個 因為如果 要不就是你用Argo City build-in的 呃 一個很陽春的OIDC 的Client 要不就是可以 如果你要用到LDAP 呃 要用SAML 呃 我我我記得 AWS很 Albasson的家伙很喜歡 Microsoft也很喜歡 就是用SAML 那你就可能就會 你就可以用到這個 就用Dex去 去跟SAML溝通 然後可以來 裝著一個OIDC的SWIFER 去跟Argo City家的聊天 因為Argo City只是用了OIDC 但是 如果你有這麼多奇力怪怪的東西 你最簡單的方法當然 就是找Dex Dex沒有的話 自己寫一個PIP就好了 那個非常方便啊 就 對 大家快點去Contribute 那我有更多的可以用 好 那 再下去就是RBAC 你可以知道 對 Argo City的RBAC 就是這個長這個鬼樣子了 敲指法 麻煩 我都考慮過用Excel管理 然後 好 我不要 然後我覺得 最簡單的方法 我還是把整個 整個ConfigMap 丟回去給我的 客戶去自己管理好了 自己怎麼樣開心 怎麼樣管呢 反正 對他來說也是Excel點點點而已 那個 呃 當然啦 他們管理人員 誰不小心把自己家 全部AIM幹掉了 不是我的事 對 好 那來到Cluster的管理 就是你Argo City要 部署 因為我是帶國人 那理論下 它的Argo City不能佈在 呃 本地的Argo 那你要聯絡外面的 客戶自己的Cluster 對嗎 好 那我們來講講這個部分 Argo City的Cluster其實就是 去年Cluster的話 就是一個Secret 它裡頭的內容就是講這個鬼樣子 對 沒錯 這是一個Secret 這是一個Secret 那第一個方法就是用沒有Secret的方法 這是第一 你可以用 呃 AWS的 呃 Off 它能直接找AWS的Signature Refault 你就可以跑STS然後過去 就是跟你平常怎麼樣存取那個EKS一樣 那這個 好 有問題的話找AWS 找AWS support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Google Cloud的 那Google Cloud也 它也Build in your Google Cloud的 對 然後你就可以告訴它你要去哪一個 那它就透過Google Cloud的Service Account過去 那AWS的抱歉沒有 因為 呃我還沒找到 好 那個 有問題找我後面 原廠 找原廠 找SFAD原廠 謝謝 好 那 那 那個IMROVE 每一個Tandem理論上都應該有自己的IMROVE 或者是GCP的Service Account 那這個管 如果你手動管理太陽方管理也是會崩潰 所以基本上 也會塞在那個Argo CD的HAMCHAT用Cross Plane 反正我公司沒用 我先說我公司沒用啊 好 反正我們就塞在Cross Plane裡頭 塞在Cross Plane裡頭 好 那 你就可以透過 部署整座Argo CD的時候 一併把這個 這個東西生出來 好 用這個Cross Plane生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自動 就用 呃 K8S的Service Account變成 拿到那個 比如說IMROVE 或者是GCP的Service Account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到最後 比如說你用 不小心用了VMware的TENSU 或者是一些其實怪怪自己搞出來的K-OPS 的Cluster 那你當然沒有辦法就要用回去 就回去用 呃 呃 X5509 或者是 你要用到OIDC Token 這種其實怪怪的方法 那其 另外一個方法 那這個時候你就真的要管理Secret 那管理Secret的話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 呃 Secret Operator 這個Secret Operator 這個Secret Operator Extennial Secret Operator 那 它可以支援很多家的Secret 那基本上 呃 三代元會有 然後 Cyber Yak 對 貴到死 然後 Hashicub Hashicub的Fault 沒錯 Hashicub的Fault 那它可以透過很多的Dynamic Secret 可以幫你生成更多 你可以拿到更多奇怪的來源 這樣子 或者是它也可以 所以 如果你 你的Hashicub放在那個 呃 剩下Hashicub也可以放在OCI上 的Registry上面 那 你的 Registry要怎麼樣連進去 你可以用到 呃 External Secret的 比如說 ACR 啊 ECR 啊 GCR 那種 反正你密碼 Password Userine password 就不用特別搞 就是這三家 比較麻煩而已 這幾家比較麻煩 要搞自己一套啊 你看 好 那用到 呃 HashicubFault的Crad 你基本上就可以有這麼多 更多的那個 secret 可以選擇 方法可以選擇 比如說 KeyValue啊 呃 比如說你X509 你可以用這個 就 給它一個CA 然後讓它只簽到把為止 也可以一個方法 好 那 然後我們來到 audit還有收錢的部分 大家最習慣收錢 對吧 那我們來audit 首先 先來看看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收錢 第一 我們可以選 我們可以透過Pometheus Pometheus等的方法 我們可以數 你有多少個cluster 多少個application 多少個project 當然也沒問題 啊這個 這種數 手指都可以處理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收 按它的 synchronized的 次去 數字 來去 算 那第一個方法就是 audit log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要 你要很hardcore的去把它的 啊 GRPC全部倒出來 分屍也可以 那你做 我不做 反正 好它的audit log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K8S的Effect 那你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它倒出來 倒出來 然後找個好地方塞 那好地方 那個好地方是哪裡 你知道嗎 是 你們大家自己的事啊 因為 audit log 要存哪裡 沒有寫 那個 components沒寫 那我全面開心的未來 對 基本上它的audit log 也會告訴你 誰 比如說admin 開始 synchronize 某一個application 去做什麼事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audit log 你就知道 你要抓誰出來負責 對 早上出來背鍋很方便 這個 好 然後呢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就是 你的動 是不是有 你不要 怪 你要要怪最黑客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分屍 是不是有黑客 你可以說 我有分屍工具的 你可以透過比如說 你可以叫 請Argo CD 把那個Effect送出來 送到NAS啊 或者是 你就可以用什麼 AI啊 open AI 問問open AI 有什麼奇怪的方法 去分屍Effect 然後去抓有沒有正 不正常 那比如說 最簡單的就是 找AWS拿 那個 他們的 randomcat forest 或者是 open search elastic search之類的 東西都會有 這種 不正常檢測 反正那個 再不應該問這張廠商 謝謝 對我不是這張廠商 我不管了先 好 那這個 還有更進一步 因為我們 我只是沒空玩而已 好 那更進一步我們可以 去往Vcluster Vcluster Vcluster就是 Luft那一家公司 寶貝斯跟搞個Vcluster 然後 他們就可以做到 一個namespace 可以假裝自己 是一個 K8S 然後放一個 K8S的API 說法出去 那你塞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Singer 然後塞回去 你的cluster裡頭 那 它就會以為自己 其實它 那就可以讓它以為自己 在一個 獨立的cluster 那這做到之前 非常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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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就是你每一個客戶 有一個cluster 但我沒有說一定要 一太實體機器了 沒有說到要 自獨立的VM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我沒空去 真的去試爆 一下 去試試看 那最簡單就是 這個時候它就會回 就會變成 就是 一座 control plane的Argo CD 然後去開Request 然後在你頭 塞一個 Tandem的Argo CD 因為 是概念的關係 所以它 我現在沒有自己 沒有東西可以 只是講 那我們可以到 還有另外一個 東西就是Argo 你要自己 布這麼鬼多 這麼多的Argo CD 你還不如直接 考慮一下operator 那現在有Argo CD的operator 但它還在0.6.0 那等它 等它 Stable release再說 對 好 那這是參考資料 來來來 快要拍快拍 下課了嗎 好 好 廣告工商時間 我雖然不能說公司 是哪一家 但我公司招人 我們Defoss 我們Defoss 我們Defoss教人 呃 我沒說哪一家公司啊 我沒說啊 規矩說 不能說而已啊 不能說 嗯 線上 我總要給個線上出來 我不能給我自己的線上出來 謝謝 那大家 有興趣過來做 當我同事的話 歡迎過來 但剛剛說的東西跟我公司 你要一點都沒有 放心 好 來個 交給你啊 那大家有問題嗎 大家有問題嗎 OK 好 看來我們這樣子講的 分享的非常快 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 前面找 我們的Tony 一起來討論 對 那就 呃 再次掌聲謝謝Tony 好